迎接開學 美國次醫志工 給家庭經濟壓力比較大的孩子 送上了一份開學禮 鉛筆 橡皮擦 各式文具袋 筆記本都是孩子們 熱切期待的物品 很多時候 我們的學生 會花了一點時間 再次 因為財產的原因 不需要有這些東西 可以充滿的東西 但是今天因為咄嗶 我們可以開始他們 第一天 感覺很好的 開始學生年 詹姆市華德小學 舉辦返校日市集 這裡許多學生 都是華裔移民或是非裔居民 家庭經濟狀況不寬裕 芝加哥此醫志工宋關懷 也帶來物資支持 我們要順路整個社區 就要這麼希望幫我們 他們都會找持續這樣子 這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這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讓我感覺到 有很多人在外面幫助 讓孩子們去學校 另外北加州慈濟職工 還特地為東帕諾阿圖市 卡斯塔諾小學舉辦社區活動 迎接新學期 直到慈濟人來 孩子們是迫不及待 帶回日存的善念 因為他們在加利寬州的火 我買了錢 我買了錢 在我生日後 是給我媽媽的 我認為錢幫助人 我把錢放進去 志工送上的禮物袋 有襯衫和鞋子 希望能夠減輕 經濟困難家庭的負擔 也彎腰一一幫孩子們試穿新鞋 只要不合腳就會進行更換 你要站上去嗎 站上去 FBM 對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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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想鞋子嗎 不是 鞋子 現場還有志工們 用幾個月的時間 親手編織的 100隻動物玩具 贈送給每位小孩 期待他們開心迎接新學年 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 戴尚宇 謝一金 張曉寧 美國報導